7奈米 5奈米都已经被证明 说大陆已经有这个技术了 去年的时候 中国龙芯开始问世了 政府全部都换成 自己中国的龙芯 它已经开始在取代 英特尔的 高通已经传出来说 是不是要收购的问题了 如果中国大陆 再下这个手下去 你高通还要不要买 要买一个没办法 打进中国市场的 这家公司 这个今年代工厂 对于它来讲有什么好处 不买的话 那这家公司也走不下去 那你美国还剩下什么 那中国大陆要反手打 那就更加容易了 好观众朋友 今天节目一开始 我们来关心的是 来看到产业上面的消息 半导体的设备大厂 艾斯莫尔的财报 公布之后 看到结果是不如预期的 直接反映在股价的上面 15日股价中挫了 幅度达到16% 可以说是暴跌 创26年来 单日的最大的一场跌幅了 而紧接着在隔一天 16日的早盘 虽然说可以看到 这个跌幅没有在暴跌 稍微收敛了 但是仍然是有4% 左右的一个跌幅 花钱银行做了一个分析 说到2025年 看一个展望 虽然说看到艾斯莫尔 虽然表现是 预料之中的疲弱 但是令人意外的是 这个修正幅度 实在是太大了吧 彭博分析师也提到了 艾斯莫尔面临的 另外一个挑战 当然就是在地缘政治上了 美国对中的半导体制裁 限制的是它在 14奈米以下的 先进制程的设备输往大陆 另外也透过外交的手段 逼迫荷兰政府要求 艾斯莫尔禁止出售 28奈米以下的这些DUV设备 给大陆 包括后续如果要 维收支援等等 也都不行 好再来看到的是这个 CSIS的中国商业经济 高级顾问甘思德 他参加台湾中金月的活动 也说管制措施之下 确实是提供了诱因 让大陆加大它在半导体 上面的投资 推动了在先进制程上面的发展 中国将会全力发展下半导体的制造 接下来会造成的后果 就是产能过剩的一个问题 我们现在来看到 从银行业 美国花旗 一觉醒来就发现 美国政府过度管制 造成艾斯莫尔的财报 大崩盘 另外CSIS的专家 也甚至跑到台湾来说 半导体生产过剩 大家要没有订单了 为什么大陆开始自产金片之后 包括了银行 美国的部分跟智库 突然间都感觉不对劲了 难道他们事前没有预测到 这样的结果吗 委员怎么看 艾斯莫尔的前三季的财务报表 让人家跌破眼镜 就是本来预估 大概会有56亿欧元的获利 就只获利20几亿欧元 几乎是拦腰对坎 可是他并不是正式的公布他的财报 他说技术上的失误 我要传给会计师 不小心传给了媒体 所以媒体就把它报导出来 这个是有点荒唐 不过反正报就报了 就原先大概每一个人的估计 都是在50亿欧元以上的获利 就没想到拦腰而涨 就拦腰而涨 整个股票市场 天一亮恶化不收 全部的股票开始杀了 就把其他的相关产业 因为一般来讲 正式的公布财报会告诉大家 我为什么突然间赚这么少 会给大家很多的理由 大家也会去评估说 这个理由合不合理 可是他这种是突然间丢出来的 没有人知道什么原因 所以大家都开始想 是不是半导体产能过剩 是不是半导体晶片进入衰退期 是不是AI已经运转不太动了 所以看艾斯莫尔的这样的财报 就马上不管三七二十先砍灰达 砍完灰达砍台积电 你说美国还有什么股票可以砍 这个是美国的ADR 包括台积电都全部被杀了 整个股票市场就哀鸿遍野 是这种很意外一件事情可以产生 那为什么现在跌幅缩小了 而且灰达台积电都还为乎上涨了 因为大家吸了一口气 为什么失业过去 原来这个艾斯莫尔的销售量减少 是第一个大陆今年下了订单 比去年少太多 第一个原因 可是这个是大家预期之内的 还有两项很重要的因素 就是预期之外 大家发现说 中国大陆去年满很多 艾斯莫尔满很多 那个利润已经算在去年了 可是第二个原因发现说 台积电 三星 所有的产能 平均产能利用力不到八成 大家也很讶异 什么叫不到八成 不是说生意不好 八成生意是很好 可是人家评估 产能利用力 要到九成以上才会下订单 买新的什么 买新的机器 然后机器有需要太旧换新 那就不对艾斯莫尔满下订单 所以八成以上还是很好的产业原景 只是不再设新的生产线 第二个原因 第三个原因是技术原因 这个因为艾斯莫尔的EUV DUV新型都卖得非常的贵 然后台积电跟三星 就想办法节省成本 本来一般来讲 一个EUV工序有34道 然后到了DUV 34道 到EUV大概是9道 就EUV机器太贵了 它把9道修改成5道 所以变成产能突然间倍增 就是光科技产能倍增 那我成本才能够下降 那竟然能够倍增的时候 我干嘛买新机器呢 就是不需要 所以对于这种技术上的一个进展 是出乎大家意料之外 台积电跟三星 也太行了一点 不过我们知道制造业 节省成本是无所不用其极 你不能怪人家 谁要你卖那么贵 卖便宜一点就多买一点 卖那么贵 我只要节省成本 所以三个原因叠加起来的话 就显现它金人的财报 就出来就是 获利能力大幅衰退 那营业数字也大幅衰退 那地缘政治当然是其中之一 但不是唯一的原因 因为以前人家算它的 是获益估计50亿欧元 就已经把地缘政治算进去了 现在没关系 不过有人说这个是因为影响到中国大陆的先进制程的发展 所以什么半导体产能过程 这个逻辑是连不在一起来的 因为中国大陆的先进制程的确受到了压抑 可是其他的制程是蓬勃发展 那这一点是对三星跟台积电是最大的威胁 那说这个其他的这个半导体的制造会过剩 看起来目前没有 证据在哪里 证据在几个数据中心 你看 Google Amazon 那个什么 那个微软都跑去买核电 为什么买核电 表示他数据中心在扩展中发现没有电 那表示他扩展量太大 超出现在的电力供应范围 扩展量超出大家的预计范围 表示他买了半导体的AI晶片 或者其他晶片 数字是快速成长 所以大家回过审栏 一想 爱斯莫美亚赚少赚钱 可是NVIDIA会继续赚钱 所以今天NVIDIA会继续涨 他的逻辑是这样推论的 中国大陆的数据中心也是一样 你不办一个高级晶片 好了 我就勉强用稍微低贵的晶片 那我规模大一点 就是我厂房可以大一点 我散热花多一点 我少赚一点 你看腾讯 阿里巴巴 华为 数据中心 而且中国有很大的优势 我在长江下游 天气不好 搬到贵州 贵州天气不好 搬到新疆 因为那个东西需要干燥 需要热 晶片最怕湿气 你要截止湿气的话 你就要不断地开动 那个冷气 开动无成事系统 那就很耗电 那好了 中国大陆又用特高压供电 所以它成本就很低啊 不像美国用一种 特高压以下的超高压 来供电的时候 就只好怎么样 弄个小型的核能模组 摆在数据中心旁边 所以这些不是签议要搞小型 这个核电发电模组吗 所以对于这样的一个结构的调整 我们看到了AI半导体 事实上还在扩增当中 所以表示半导体的股价 除了艾斯摩尔可能会被打压一段时间以外 其他的还是在正常发展 好 维员帮我们看到了几点 三大点 这个艾斯摩尔股价之所以下跌的原因 那可能也是这个分析后来认为说 这些原因也是在预期之内的 所以现在股价的部分跌幅 已经为服收敛了 好 我们持续看到 也有另外一个说法 说艾斯摩尔的财报不佳 花旗的分析师说 是跟英特尔坎丹有关系 而且英特尔它做了这个资本支出的削减 都有关系 那英特尔最近表现到底怎么样 我们也带观众朋友来稍微看一下 它的全年全球营收是500亿美元 那这当中有四分之一是来自于大陆 可以看得出大陆市场的重要性 2021年当时英特尔CPU 占中国桌机的市场 份额77% 比电约80% 2022年在中国大陆的 X86伺服器市占大约达到九成 那我们现在看到美国对中制裁下 中国也做出反制了 这个最新来看到是 中国网络的安全空间协会发文指控 说英特尔的产品漏洞频繁 故障率高 建议要排查英特尔的网络安全 这消息一出英特尔的股价又受到影响了 早盘的部分一度下挫超过3.5% 好 一方面大陆在拼晶片自主 另外一方面它开始做进攻了 不是只是保护自己 它进攻去追查英特尔 是不是有安全的漏洞 请赖老师来带我们看 怎么看中方在半导体现在的布局策略 我觉得半导体这个部分布局越来越成熟了 我们看到主要的就是先进晶片的制程已经越来越接近了 虽然还没有到 但是7奈米5奈米都已经被证明 说大陆已经有这个技术了 然后另外一个部分就是良率也发现有在提高的过程中 但是最重要的还是在于CPU这个部分 大陆对于CPU的这个布局是布得比较早的 因为最主要这个伺服器不能够掌握在美国人手中 或者掌握在其他人手中 可是这不是一件容易做到的事 在去年的时候 其实中国龙兴这个部分的伺服器已经开始问世了 我们也发现就是说 它的本身的成熟度是越来越高 然后它先用在政府的机构里面 最早的时候它并不是说我今天要全部推广 是要先确定它安全不安全好不好用 那所以刚开始是做小型的使用 后来发现说它越来越稳定 越来越沉水 也能够满足大陆的需要的时候 它们首先就由政府来推动了 那政府全部都换成这个自己中国的龙兴 这个部分的时候 我们看到它已经开始在取代英特尔的 所以政府的采购在缩小了 我觉得以目前的英特尔的财报不佳 刚刚这个任兴先生有谈到 有关于它联动的就是跟这个S-More有关 因为它的财报不佳 它的硬体设施的投资有在减少的情形下 它下订单也在减少 那另外一部分就是因为三星的AI的 这个跟不上这个速度 所以它的这个订单也在减少的情形 还有就是当然当中国大陆本身也被设限了 那这样的一个情形 我觉得这一份的报告不能够小看 这一份的报告其实是来的正式时候 为什么 因为这个机构它所做的评估 它的评估里面认为 英特尔有很多的后门 有很多的漏洞 那么对于中国大陆的这个电子产品 特别是桌上机的产品 会构成一些隐忧 一些障碍 那它的建议是要全面排查 对 你想如果说开始排查的时候 发现确实有漏洞 而漏洞无可补救 那您觉得接着要怎么做 要制裁了 对不对 那接着就是要大面积的更换 那你要大面积的更换的情形下的话 那就不能用英特尔的这个产品 那它从政府机构转到这个民间机构呢 政府机构它并不是只有政府的办公间 例如说它的国营企业 包括国营银行 你的企业开始也都只能采用中国农芯 到最后规定 以国家安全的理由再来 就是禁止它进口 然后国内使用的都要换掉 那这样的一个情形下的话 你民间的企业都开始敢用 不能够用英特尔的话 英特尔一下子少掉中国大陆的市场 那怎么处理 所以英特尔以现在来讲 目前已经是财报不加嘛 高通已经传出来说 是不是要收购的问题了 那也就是说财报不加 然后有在考虑被收购了 然后如果中国大陆再下这个手下去 那你高通还要不要买 要买一个没办法打进中国市场的 这一家公司 这个经营代工厂 对于它来讲有什么好处 那如果一旦不买的话 那这家公司也走不下去 最后美国唯一的 或者说最有还可以做代工的经营的 也都没有了 那剩下来呢 我觉得这个是一个对大陆这个手出的时机是抓得很好 一般来讲我们在观察大陆的做动作的时候 通常都是先铺陈嘛 那接着一旦出手 我们要问的是有没有可取代 当然有可取代嘛 中国的龙心可以嘛 那一旦是有可取代的话 你看华为的鸿蒙也推出来了 华为自己的这个桌上机也要出来了 然后再来 那也就是当所有的都不能够再用英特尔的伺服器的时候 那你所有的这些在中国大陆的产业 那你一旦消失的时候 这个公司还能够回下去吗 是 这个公司一旦削减的时候 你美国还剩下什么 我觉得大陆的手是出得很准的 因为目前就在英特尔最糟的时候 一下子把它砍掉 让它退出这个市场 那你美国还剩下什么 那中国大陆要反手打 那就更加容易了 是 好 如赖老师所说的 这个他特别选定 大陆选定的这个时间点 同样的问题来请教网友 就是说您认为 接下来英特尔可能被接受这个安全上面的调查 还有可能留在中国大陆的市场吗 可以留言来跟我们做更多的互动 刚刚老师特别提到的说 不可以小看的这个单位 其实是中国的网路空间安全协会 我们来了解一下它的小背景画面上 成立在2016年 是大陆首个由官方批准的网路安全领域的 全国性社会团体 总部在北京 2023年10月曾经荣获中央网信办四强 党支部的荣誉称号 我们知道美国的部分 通常是智库发布报告 在给华府拟定策略 这一次北京反其道而行 网信办没说话 这个协会就已经率先点名 英特尔有问题了 怎么样看这样的操作 唐老师 这个情况刚刚前面两位心情讲得非常好 意思就是说 现在因为美方她先出手 我们不要忘记 那个孟晚舟一千多天 先从什么加拿大 还引渡到美国 结果最后协商放营 中方还派专机 去把这个孟晚舟女士 把她接回来 这个东西我是觉得 这个西方国家 当然是美国还有加拿大 那个时候是这两个国家 他们对中方的这种打压 实在太过分了 那所以说呢 中方已经布局很久了 在这种情况下呢 现在开始反击了 反击当然就要打到痛处 而且打到痛处是什么呢 要快狠准 意思就是说 你现在因为你已经累积了 很多的资产 很多的这个成本 那现在如果说你们 这个西方国家 你还是采取这种态度的话 那当然中方必须要有所动作 因为美国呢 他们主要的 他是来制裁 比如说半导体的AI 还有量子计算 还有5G 那这样子的话呢 中方他第一个反制的 就是这个美光 对 就是那个美光 美光科技呢 当然也打得他们 这个是有感觉的 那还有呢 就是这个半导体啦 晶片啦 什么像这些 而更重要的一点是什么呢 稀土 这个东西是比较难以取代 因为这个他们做晶片也好 做这个半导体也好 都需要稀土 可是稀土呢 在中国呢 它是有大量的生产 可是稀土有一个缺陷是什么呢 污染性非常高 那可是好了 那现在我用这个稀土呢 来跟你对打 比如说这个 那美国呢 跟欧洲国家呢 他们就必须要跑到非洲去 跑到哪里去 在另辟他们的这个来源 那所以说这一点呢 是中方的 可以说原本就已经下手 下得很重 而且很准的 另外一个就是 他们制定了这个叫做 反制裁法 就反外国制裁法 意思就是说 你们现在要用这种方式来制裁我 那我当然要用各种方式来回击 那时候包括 比如说我们制裁啦 比如说我们限制你的这个产品的输入啦 什么等等等等这些 那所以说呢 像这种情况呢 如果说继续发展下去的话 那一个全球化就变成两个半球化 是 那意思就是说 你们原本我们是大家一起合作的 我们在全球化里面互通有无 然后呢 你现在因为你 你们欧洲人 美国人先开手的 先出手的 那先出手的话 那当然中方他不愿意 这个好像就被你制裁 所以说现在开始反击 反击的结果就变成两个半球化 好这些焦点要带大家来看到 荷兰的晶片设备制造商 艾斯姆尔的财报 不如预期 他们下售了明年的业绩展望 15号的股价呢 收盘暴跌了超过15% 这个数字创下了1998年来 最大的单日跌幅 所以一路就拖累了这个美国的晶片类股重挫 费城半导体大跌超过5% 那辉达的股价也跌了4.5% 好我们就来看到旧数字论数字 第三季的订单呢 是26.3亿欧元 大约是28.7亿美元 那比起去年的同期26亿欧元是稍见改善的 但是蓬勃的预估说认为这个均值其实要有53.9亿欧元 Visible Alpha的预估呢 更是达到了55.9亿的欧元 但是您从整个数字上来看 这很显然 连整个市场上预估的一半都不到 好 首先想请这位大千委员 你怎么看因为艾斯摩尔他一直以来 都是很配合这个美方的科技的管制政策 那这样子多年下来他们得到了什么 从历史上就再一次的证明 配合美国都不会得到好下场 日本配合美国通过了广场协议 日本就陷入了衰退失落的10年20年30年 到现在还没回来 然后瑞士的这些银行为了配合美国 去冻结俄罗斯寡头的资产 所以导致到现在全世界所有富豪 都不敢相信瑞士的银行了 不愿意把钱存在瑞士 因为谁知道哪一天美国一时兴起 又把他们的钱也冻结了 那现在艾斯摩尔就是一个最明显的例子 他不是搬石头砸自己的脚 他是被美国搬石头把自己打死 他是被美国手上那颗石头打死 那他愚蠢的地方就是因为他听了美国的话 就是遵照了美国的指示 然后开始对中国大陆进行科技围堵 我给大家看一个数字 就是在没有围堵之前 中国大陆其实所有的光刻机 都是靠艾斯摩 靠日本的这个尼控 靠日本的这些产业 而且艾斯摩是算最大宗的 那么艾斯摩在过去2023年 他在全世界最大的市场是台湾 就是我们是他的最大客户 第二大的就是中国大陆 那中国大陆对光刻机的需求量 大到什么地步 在2023年 艾斯摩就算把他剩余的这些出口 都出口到中国大陆去 他也只能够满足中国大陆50%的需求 所以还有50%是他没有办法 在他的生产线上 没有办法生产出来这么大的量 大家看一看就可以知道 说其实中国大陆 对艾斯摩来说 是一个非常大的客户 好 然后你今天听了美国的话 你说我不要卖给他了 不卖给他 DUV不卖给他 EUV也不卖给他 甚至连维修也不做 各位知道在做这些设备商 他们赚两次钱 第一次钱就是我把设备卖给你 然后第二次钱我就开始 无穷无尽的维修 这个我相信大家都有 这种感同身受的经验 就是你买了辆车回来 之后那个车开始 不断地维修的时候 你会发现说 哇 维修的钱 最后加加可能比那个车的钱 还要贵了 但是设备商过去 就是赚这样的钱 你现在不准他卖 你现在又不准他去维修 那你就是断了 EUV的很大的财路 就这么大的一块市场不要了 那你总要补它一个市场吧 我记得我曾经评论过 我说如果今天你美国 让ASMO听你的话 好歹你要告诉他说 那你剩下的东西要卖到哪里去啊 卖给谁呢 卖给英特尔吗 英特尔都快被高通收购了 英特尔快倒了 所以在全世界里头 ASMO能够卖的国家很有限啊 它能够卖的就是台积电的体系 它能够卖的就是中国大陆 可是当它现在被限制住了 大家就可以算得出来 这么庞大的量 一旦这一块没有了 那你当然营收就减少啊 这就是为什么你说 蓬勃按照正常的评估 它今年的这个营业额应该要到 第三季应该要到53.9亿 可是现在都只有一半而已啊 为什么只有一半 那当然因为一半没有办法卖掉啊 没有办法卖到中国大陆去 今天ASMO面临到的问题 跟NVIDIA黄仁勋面临的问题 是一模一样的 然后这个ASMO遇到的 另外一个挑战是什么呢 好 原本中国大陆是仰造ASMO 所以它要给ASMO买 ASMO就躺在那里 就生产它的东西 就可以赚中国大陆的钱就好了 可是现在呢 你逼着中国大陆自己做 那你逼着中国大陆自己做之后呢 如果今天华为也好 中国大陆现在的这些光科技的 这些制造业 他们不断地开始在这个错误中 不断地学习累积经验 有遭遇他们可以站起来的时候 整个中国大陆市场 ASMO都再也拿不回来了 ASMO拿不回来 黄仁勋也拿不回来 没有人拿得回来了 因为中国大陆自己培养了 一整条的这个 这个晶片的产业链了 这是ASMO面临到第一个挑战 第二个挑战是什么呢 各位知道做光科技 它其实就是把这个电路 压缩在很小的范围之内 所以我们看到的所谓的DUV或者是EUV 像现在的所谓的极脂外线 像EUV 它大概就是可以降到7奈米以下了 但是这些东西呢 这是一个晶片的生产方法 但是它不是唯一的生产方法 所以呢 我曾经看过几篇报道 比如像日本 它现在就有一些企业在做什么 它开始不要用DUV跟EUV用这个晶片来开始实刻 然后重复曝光 然后来把这个电路板制作出来 它不要 它反过来做 它用什么 它用奈米的3D印刷 它认为说 我今天用奈米科技 我可以用3D印刷 我的晶片为什么一定要用EUV跟DUV实刻出来呢 我把印刷出来不可以吗 我用3D印刷在做 所以其实这世界上没有什么独门工艺 可以吃一辈子的 所以当今ESMO现在扫掉了一个大客户 然后呢 立马就扫了一个大市场 然后呢 又没有办法去补充这个市场 接下来呢 它马上又面临到各式各样的挑战者 不管是中国大陆内部 自己这个科技救国 自力自强 或者是世界其他国家 在这个晶片生产的过程当中 他们有其他的想法 因为大家不要忘了 你在用实科过程 用EUV 你毕竟还是有大小的限制的 可是奈米3D印刷 那就未必了 它可能可以做到更小了 所以接下来 ESMO会面临到的问题 除了它现在的这个营收短少之外 当然将来还会有很多挑战者会出现 好 谢谢大权委员分析 我们就来深入分析 他们财报来看到 其实可以发现 虽然它的营收跟获利表现呢 优于市场预期 但是整个AI复苏的力道是不足的 公司就订单的数据 中国业务的占比 还有明年业绩预测等三大分析 带来的都是不好的消息 那彭博也就这一部分 有进一步的分析 第一 他说 艾斯摩尔的业绩疲软 可能就是来自 正在削减资本之出户 Intel 那第二点 记忆体晶片的近期价格下跌 还有说中国大陆的晶片设备需求 在历经了前几年的疯狂囤货之后冷却了下来 那艾斯摩尔总裁兼这个执行长富凯 他说EUV的需求时间往后延 在声明当中 他说复苏的速度比起先前预期的更缓步 而且还预料 这个情况会持续到2025年 好 现在听起来呢 大环境一片悲惨的情况之下 那这个黄老师你怎么看 荷兰政府他们真的够了解这个艾斯摩尔吗 荷兰政府一定很了解 因为这是它的尖端科技产业的领头羊之一 但是呢 荷兰政府也知道 这个问题不是只有政治的问题 其实追根究底 它有很多跟经济有关的 我等一下再来讲 所以我觉得艾斯摩尔 它公司讲的是很客气 其实我们一看它数字就知道 因为就在今年 2024的上半年 艾斯摩尔它整个的 这个跟中国大陆的生意的营收 占了它自己全部营收的百分之四十几 四成多耶 那你觉得是不是主要市场 根本叫最主要市场 然后呢 艾斯摩尔它也知道 现在美国吃了衬夺铁了心 一定要把这些光科技 把它牵制住 所以中国大陆买不到 艾斯摩尔生产的光科技 那艾斯摩尔的营收 还有它的获利 还有它所谓的 这个光科技的需求量 会下跌直到2025 就是因为中国大陆买不到 那在2025之后呢 谁知道 所以我觉得艾斯摩尔 它的执行长已经讲得很清楚 它觉得说这个事情 我觉得已经很难用 国家安全的理由 来说不能卖 它说追根究底就是经济 或者我解读就是经济加科技 美国就怕被中国大陆追上 所以荷兰政府能做什么呢 说实在 它跟美国谈判了这一两年 或者两年多 撑不住 撑不住美国的压力 还是同意了 所以本来只是不卖这些机器的 但原来的机器 还有它的设备零件是可以卖的 可是我们刚刚看到 荷兰说现在也不卖了 也就是让中国大陆更加 说实在我已经知道 中国大陆已经请全部的力量 给这些科研 还有让机器的硬体制造 希望可以至少维持目前的水准 这样子的话它承受制成的晶片 至少在全世界的市场 还是最重要的一个角色 确实 好我们从这个数据上来看 2023年到2024年 埃斯姆尔真的全部都是在配合 美国的政策 但是结果看起来 就是拿自己的营收 割自己的血 要去满足白宫政府的需求 那干哥你怎么看 它的管制真的有达到目的吗 以及会不会反而变相缩短了 这个中国自主打造光科技 所需要的时间 短期内当然是可以达到目的 对不对 我威吓你嘛 其实我叫荷兰配合我 最主要是我要威吓你 中国不要太过分 在各种领域上面 在关税上面 你一定要让步 因为你的电动车 已经太离谱了 所以这个都是联动的 不会说只是因为一个光科技 就是要对于中国大陆 会造成一个全面的影响 它是做一步来给你看 但这步做得实在太过分 因为美国跟荷兰分别在 5号跟6号通过 就是说你以后 你要卖给 特别指明 卖给中国大陆 光科技的话 你要先向荷兰政府报告 而且你要报告的不是机器卖而已 你要报告的是将来的售后服务 跟零件 跟软体技术 通通要跟我报告 才能够卖 那我想艾斯摩尔 他 艾斯摩尔自己给自己台阶下 你知道他怎么讲 他说 没有 我们认为这一次 不是安全问题 是经济层面 就是自己把自己做 把那个问题降格了 说 那个跟国安 不会有太大的关系 你错了 那就是美国认为 它是国安问题 因为艾斯摩尔是最先进的 半导体制造商 所以你给自己台阶下 美国不是这样看 所以现在已经传出来 中国的工商信用部 他们说 现在朝8奈米以下 在迈进当中 短时间内做不到 但有一天 像大县委员讲 有一天他做到 你怎么办 可能今年做不到 明天做不到 他后年做到了 艾斯摩尔 你再也拿不回 你自己的市场 市场的一个重磅消息 我们先来看到大摩 摩根士丹利 正式的调降了 荷兰巨头设备的 这一家巨头 半导体厂商 艾斯摩尔的投资平等 这不是一个偶发事件 因为艾斯摩尔先前 已经遭到了 包括瑞银跟德银 都已经调降了 他的性贫 那艾斯摩尔生意上 主要大家知道 就是靠的就是光科技 但是近年表现 确实市场都不看好 大摩尔有分析三个原因 为什么不看好 艾斯摩尔 第一个 他认为现在 低润市场的市况 已经转皮了 第二个 在中国大陆的半导体 业的部分 已经过度的支出了 最后 艾斯摩尔 他缩减了他的需求 德银分析师呢 更对艾斯摩尔的 中国业务前景 提出质疑 尤其呢 他的第二季 营收将近一半 全部都是来自大陆市场 而且我们先前才讨论过 工信部才刚公布了 研发出了 这个中国大陆的部分 生子外光机 也就是DUV的这个 佛化亚的光刻机 说可以生产8奈米晶片 这个时候 同一个时间 艾斯摩尔的性贫被降 被外资给降了 这个时间点 会不会就是这么的刚好 是担心中国大陆半导体的威胁 还是有其他原因 汉廷怎么看 还是要先理清 大陆日前所公布 佛化亚的光刻机 它不是能生产 8奈米以下的晶片 它是套科精度8奈米 顶多可以制成 28奈米的晶片 那我们当然敬佩 中国大陆的发展 但是也不能够盲目的乐观 那么回过头来看到 就是阿斯麦尔的 投资平等降级 和大陆研发光刻机 其实两者关联 没那么大 因为主因呢 还是整体 记忆体晶片市场的衰退 就是低润的 整个需求下降 在阿斯麦尔的 整个系统销售当中 46%都是来自于低润 所以目前预估 低润的支出将下降 这当然就直接影响到了 阿斯麦尔的财务表现 低润的市场 在2023年呢 经历了显著的下滑 市场规模 从2022年的900亿美元 到2023年 降到了477亿美元 所以确实是 整体的需求疲软 那大摩呢 它也估计 就是在包含 智慧型手机 还有个人电脑 未来的需求都会下降 所以大摩先前呢 也调降了 包含是三星 跟这个SK 海力士等等 韩国半导体巨头的 一些目标价 那么记忆体大厂 美光的股价也走跌 所以其实还是 整个的经济跟市场的 客观因素 那跟中国大陆 比较有关联的 大概是两块 第一个因为是 美国的禁令嘛 所以它不能够出口 给中国大陆了 那当然在那一块 本来可以卖得出去的EUV 现在不能卖了 所以当然呢 它的这个出口销量 就会锐减 那第二个呢 就是未来大陆的 晶片制造厂 很可能就会 自主研发光刻机 取得进展 那就减少了 对ASMIL的设备相关依赖 所以如果未来 美国再下禁令 就是如果连 现在的DUV 都不能卖了 那当然它就 更加没办法赚钱了 因为现在美国是禁止说 连售后服务都不准 那未来会不会进一步 这个也不能卖呢 那第二个就是 如果说现阶段 大陆购买 ASMIL的光刻机 在第二季的营收 将近49% 那为什么 因为对大陆而言 它希望 不知道你下一步 什么时候就禁止卖给我 所以我要赶快 大量的购买 多买一点 多买一点 当做自己的库存 然后来作为储备 而且过去的大陆光刻机 还没有办法研发出来 所以换句话讲 如果未来美国 又再下一步禁令 或者未来中国大陆 自己的DUV 确实能够大规模地 量产生产跟制造的话 那对于ASMIL来讲 当然就失去了 大量的可观收入 而这些讯息跟内容 其实在ASMIL 自己的评估报告里面 也讲得很清楚 ASMIL的CEO 不论是新任的 叫做富凯 甚至是前任的 温宁克都说了 美国的限制是会适得其反 因为美国越施加压力 中国就越有可能加倍努力 最后中国就会独立制造出 跟ASMIL能够批敌的光刻机 那到底这对ASMIL 以及对荷兰来说 是好还是坏呢 好 所以美国不只是 对这个艾斯莫斯压 也对辉达 我们现在要来关心的是说 大陆的部分厂商 现在是连辉达的H20 GPU 这种降规版本的都拿不到了吗 过去市场其实一直有传闻说 这个美中科技站 美国也计划要限制 挥达销售H20到中国 那当然目前为止 就我们新闻报道来看的话 挥达还没有做任何的回应 我们看到现在中国大陆 它有七家企业都在开发 它的高阶跟AI有关的晶片 这画面中我们看到 这七家的半导体公司 画面上看到 包括了阿里巴巴 百度 还有必然科技 摩尔县城等等 好 总共是七家 我们看到很多都是跟AI有关系的 这个时候却突然传出 挥达的降规版不卖了 时间点这么刚好 以前晶片站是 我们知道中芯国际一家 去打这个晶片站 那现在是变成七家 一起来拼中国的AI晶片吗 将军怎么看 我们来看 因为中芯国际 它现在已经可以做 8厘米的这方面的制程 它国产的佛化雅的DUV 它已经光刻机已经到达了8厘米 但是问题是它的良率 良率可不可以 它效能怎么样 成本低不低 不要成本过高 那你成本过高 你不如买外面的 因为你做出来的贵 虽然你是国产 但是贵 那还是买外面的 所以我都认为 美国虽然卡脖子 但是中芯国际 我认为它可以多突破 你看全世界大部分 我们叫80%以上都是Smore的 然后Kano跟Nikon 也只不过占了20%不到 那换句话说 当然是以荷兰的为大中 但是问题是 它都在卡的时候 这个光刻机不输出的时候 中国大陆它会想办法 我们注意看 往往很多的 美国跟对中国大陆 实施科技战 做智慧财产权管制的时候 中国大陆就要想尽办法 去突围 去突破 它也自己做研发 投资多点钱 投资多点人力 做科研 做研发出来 然后就突破 所以它认为8nm现在可以了 那只是说良率够不够 良率刚出来的时候一定不够 那良率怎么样去除错 把良率提高 良率提高的时候 就是成本降低的时候 因为我良率提高了 我成本当然降低 成本降低 我的市场就有了 是这样的 那我的效能就出来了 因为按照报酬规模法则 我的效能就出来了 我就可以站进市场了 所以我认为美国对中国大陆的卡脖子会有一时的效果 但是在成熟制程阶段 因为美国是在先进制程做卡脖子 成熟制程 中国大陆继续走它的成熟制程 这是没有问题的 因为这个的 我们知道这个奈米的高 28奈米以上 60奈米还70奈米以上 这个没有问题 这个都是成熟制程 最主要是卡在先进制程 那先进制程 中国大陆带突破 那我想说将来爱斯莫尔它可能光刻机重散不输出 我认为它要找 这个是它的黄金器 它要利用这些时间赶快赚点钱赶快卖出去 它哪天的时候 它这个卡中国大陆脖子 中国大陆带 中国大陆一旦它自己的光刻机 DUV出来了 你这个市场没有了 它自己做 自己做光刻机 跟日本的KANO 跟日本的NICON一样 它也会做了 你这样的话它自己做 只是它比较从成熟制程 再到先进制程 它还要再跨一步 因为要越做越小 越做越小的话 它这个容量越来越做越大 但是克服两个 我们讲过 要克服散热 因为你预度越高 散热越难 第二个 你要克服的是 不要漏电 你很容易漏电 你漏电也是热热的 你就是因为漏电漏得多 当然就热了 那平常是你一使用 平常它凉 那是通通都是OK的 用久了 它效能衰退 它就会漏电 漏电就发热 你本来可以用20小时 只能用8小时了 就这个状况 它要去克服 中国大学在各方 我们来看 从太空科技 从航太到航天来看的话 很多东西 被美国卡脖子之后 它经过里面的资历研发 它成立了一个团队 它有国家力量 把资金汇进去 把人才汇进去 各个的 我们讲的 985大学重点进来 人才进来 它就突破了 那突破之后 西方国家产量再进入 不可能了 因为这已经被取代性了 它已经被国内取代 那国内取代的话 变成了 它以前是进口替代 拿进口来做 那现在不用 它自己自足了 那它就不要进口替代了 改为它自己自足 自足 这样子产生的产品 也就更有竞争力 价格也就更低廉 观众朋友 今天节目一开始来看到的是 产业上面的第一首消息 我们来看到是来自于 华尔街日报的报道 华为现在正在准备要推出 它的新款AI晶片 这一款就是升腾910C了 预计最快在今年就可以看到了 10月份会开始出货 目标挑战灰达的H100晶片 在中国市场的地位 现在客户已经大概知道了 这当中有包括了 有字节跳动百度中国移动等等 都已经说了 他们有兴趣要采购 升腾910C的晶片 而初步谈的这个订单数量 可能会超过7万片 换算大约是20亿美元 新台币645亿元左右的一个价值 我们看到华为推出了这款 升腾910C 效能挑战辉达H100 对照先前中国开发书 我们前几天都在谈的 能够生产出7奈米8奈米 晶片的这种光刻机 我们现在来看整体做一个评估 中国是否距离晶片自主的目标 已经不远了吗 请教汉庭 首先我们先谈 华为升腾芯片的910C 这个AI芯片 它是在华为人工智能领域上的 重要突破 也是在芯片上的突破 它的性能上可以跟 英伟达的晶片相媲美 这并不是说 华为目前已经是世界第一了 而是在晶片的领域当中 至少它在技术领域的突破 达到了世界级的水平 所以不仅展现了 华为在技术研发上面的 持续进步 而且也反映了 在美国的制裁之下 仍然是能够有保持 强大的竞争力 以及作为的 所以对于国产芯片的持续发展 当然又是一个强心争 那么就如同我们前两天所谈到 我们看中国大陆未来 不论它是在光刻机或者在相关的领域 如何评断它的晶片 能够有长足的进步发展 就是看它的一些企业 它的营收 它的利润有没有增长 我们发现都是有的 而这些原因就不仅是说 芯片的生产设备的工厂 以及芯片的厂商 都有同时间的进步 为什么 第一个最关键的原因 当然还是来自于美国的打压 在过去大陆的这些芯片的设备厂商 可能不见得都愿意使用国产化的芯片 愿意用外国的 为什么 因为早期一直都是用外国的 如果我要更改使用国内的厂商 那我势必要有大幅的成本的提升 适应性的增加 不良率的提升 但是因为美国打压之后 就使得大陆国内的这些厂商 愿意给国内的芯片一个机会 因为这不仅是所谓的爱国新市场 也是未来一旦被禁用之后 那么大陆的很多公司 可能自己都没有办法再制造出更多的东西 所以在这样的一个配合之下 关键不仅是在于说 所谓芯片本身制造能力的提升 而是所有它的设备的厂商 以及它的上下游的产业链 都能够有同时之间一个进步跟发展 所以这才是在所有芯片产业链上 能够越来越快进步的原因 所以如果我们比较一下 就是当初台积电的一个进步速度的话 2004年台积电是第一次量产90纳米的芯片 4年之后呢 2008年就已经能够量产40纳米 再过3年 2011年台积电就能够量产28纳米了 那么到目前为止 中国大陆是确保已经可以量产28纳米 而且是完全的自主化 就连光刻机的部分也都是自主 而所有过程当中可能用到的 美国的软件 美国的耗材 美国的硬体 也通通都已经完成了国产化的一些功能 所以不管人家说半导体芯片多么的复杂 然后或者是技术的多么困难 其实只要有制造的厂家和设备的厂家 通力的合作 其实全系列的设备进步跟提升 是有可能在几年之内就能够完成的 就确实从0到1的这个创新 全球呢目前还是美国最强 但如果你要讲说这个从1到n 从1到多的话 目前来看 一直以来都是中国大陆最强 那当然也很多人讲说 你看这个所谓的半导体工业皇冠上的明珠 这个光刻机确实是很困难 但是也不要忘记了 就过去有很多所谓皇冠上的明珠 多得去 北斗卫星也是 然后什么军舰这个也是 航空母舰也是 大型邮轮也是 很多的领域 中国大陆都已经有所突破 所以现在客观来看 尽管就纯粹技术上的领先 大陆可能还略逊一筹 但是就时间的发展 以及未来的发展 其实都是相当值得期待 好 面对整体大环境来看 这个美国对中的限制之下 我们看到大陆不管上游 中游 下游的产业链 都在强化整体的自主 所以不是只是单一几家的厂商而已 是整体化 我们来看到现在面对整个华为 来势汹汹 这个回答当然很紧张了 所以要持续的深耕 它在大陆的市场 在美国经历还没有在扩大之前 能卖多少就卖多少 现在它持续的交货 旗下的降规板 我们看到画面 H20的晶片已经超过100万组 客户当中也包括了 刚刚我们提到的几家厂商 百度阿里巴巴腾讯 字节跳动都在里面 今年辉达在中国的AI晶片营收 仍然是不错的 这个成绩达到120亿美元 中国市场仍然可以替辉达贡献 超过25%的一个营收 不过它的效能 跟华为来做一个比较 其实我们来看到 Semi Analysis的首席分析师 这位是帕特尔 他表示 H20在照面上 效能看起来是低于华为升腾 910B的 但是实际上 H20的记忆体的效能的卓越 辉达还可以说是领先一些的 那华为其实今年的销售预估也会不错 可以达到55万组的 910晶片的一个销售 我们先来看到辉达降规版 H20的晶片效能 小胜华为升腾910B 但是我们刚刚说了 接下来华为要推出的是910C了 H20未来在中国市场还具有竞争力吗 温家老师怎么看 其实呢 这个可以凸显一个状况 其实就一个市场而言 或是一个企业而言 就是针对了国家的一个需求 反正国家有政策 他就有对策 那因此呢 这次辉达呢 他会推出这个所谓的这个 硅板的一个H20的一个晶片 那其实也就是在规避 也等于是在应应中 美国对中国的一个科技的一个管制 所以他利用这个东西来做一个 一个降规 让他在中国是 可以比较有 至少有竞争力 那当然呢 其实也 他在这个本身在 在辉达呢 他在这个 也为中国的科技公司呢 提出相对高效能的运算解决方案 因为毕竟呢 我们想这个电脑是日新月异嘛 那当然这个电脑用 一般我们这个像 我们平常用电脑 大概就是只是拍拍照啊 或是上上网 但是实际上 很多企业是需要这一些高性能的这个 这个主机来做一个怎么做一个运算 做一个运算 那所以呢 此时此刻呢 我想这个 这个辉达呢 他愿意去降规板的这个2.0 就是要符合 就是还是能提供 提供这个运算等等 那其实呢 在整个一个科技 就像易如刚这个易作所讲的 其实在整个一个中国的一个 晶片的发展呢 其实他的技术层面 还是略顺于这个美国 但是其实现在美国一些比较 就比较高档 或者就比较高档次的 因为受到美国的所谓的一个管制 那当然呢 这个时候 他就是要用以外 比较要规避美国的 就是一些比较高档次的一个管制 所以他就刻意把它变成 比较一个降规板 那当然呢 其实在整个一个状况来看 他还是应该 虽然在整个一个 腾讯 这个升腾呢 他在这个 在910C 如果他推出之后呢 那当然呢 他的竞争力一定是比 这个所谓的这个H20晶片还高啊 那当然呢 其实此刻在回答 我刚刚才讲了 他这个运算之外 其实他的这个软体生态呢 还是就要有这个 这个强大的趋势啊 因为毕竟 整个一个晶片的制程 不是只有单一个产品 可能他还有一个 所谓的生态的系统 那一旦呢 如果说 这个中国的他这个 他这个 他华为的这个升腾呢 他如果没有 在这个去更加 更加优化他的这个 他的一个 一个生态 一个生态的话 那可能他就会 还是这个 这个回答还是有一定的优势 那此外呢 回答也具有这个稳定的一个供应链 一个供应链 那当然啦 其实我们还是要看 这个回答到底呢 是不是还能够继续保持优势呢 那取决于他的成熟技术 他是不是必须 除了成熟之外 还是不是更加的先进 那此外呢 还有现在的这个市场的基础 是不是因为会受到中国 你知道他中国 他最会弄的就是一个国家补助 国家补贴 如果我不问你 我就用更多的补贴 身材烧钱 企图他就是 想尽设法 要把这个所谓的这个回答呢 打败 因此呢 在这个市场上 可能会受到破坏 此外呢 我想 如果这两个部分 不管是他的技术优势还是在 或是他的市场基础 还是在的过程中 其实短期内呢 他还是我认为他还是保持一定的竞争力 好 我们现在看到这个回答的部分 确实还是占些优势的 但是呢 现在看起来华为也是来势汹汹 当然美国的部分就很紧张了 我们来看到美国的媒体CNBC 还特别盘点了其他六家 在未来可能会成为这个 灰敌的大敌人的几间公司 一共是六家 其中几家比较 大家比较认识的 先来讲两家 第一家是阿里巴巴 研发了这一款AI推论晶片 韩光800 说可以让旗下的电商平台来优先试用 第二家大家也认识是百度 他的研发这款昆仑系列的晶片 用于伺服器 还有自驾电动车 好 另外四家 两家是用在GPU的是 闭刃科技 还有摩尔线程 画面上我们看到 另外两家呢 是聚焦在研发AI晶片的 这两家是 韩武器科技 跟另外一间是 碎燕科技 这么多厂商 我们看到中国的科技产业 他们现在的这种策略 是不是用群狼的战术 击败这个大狼 挥达 借文哥怎么看 其实对于这些相关公司的发展 其实美国这几年也有注意到 他对于美国未来产业 特别是像挥达这种 世界第六公司 他所造成的一个技术 未来的这个威胁 因此过去来 美国事实上已经陆续出台了 所谓这个黑名单 也就是实体限制 他使用美国技术的 包括里面点名像 避任科技 摩尔这个县程 还有像韩武器科技 都被列入所谓的 这个黑名单里面 因此他没有办法方便 获得美国的像软硬体 技术 相关的材料 相关的服务等等 所有申请向美国 获取这些东西 都要经过美国政府 某种何可 甚至根本就禁止你 严实对美国 这个回答来说 这些公司 虽然是潜在造成威胁 但现况 其实有的公司 其实不容乐观的 比如像韩武器科技 他之前还过 这个因为业务萎缩 还裁员 严实这些公司 虽然过去展现了 在很多领域 比如在自动驾驶 这种云端 高性能的这种运算 以及像智算中心 以及智慧城市 相关领域的发展 展现了很好的发展潜力 但未来能不能继续追赶 或者缩小于 回答之间的差距 我认为未来还有段观察 而且以美国目前 加大力度 对相关公司 进行限制的状况下 它的发展 或许和美国公司 它的差距 反而还可能会拉大 但这就要看 美国的政策 未来是不是能持续 这样去贯彻 而且最重要就是 考虑到 中国大陆 它的政府 还有相关公司 未来在资金的运用 还有这种 绕过美国的限制 在陆续好几个地方 获得突破 能不能因应它发展之所需 我认为这几项 都是未来值得观察的关键 但总体来讲 我认为 这些公司虽然对 辉达未来的利益 或科技的优势 产生一些威胁 但以现况来讲 从辉达之前 对外的一些财报 还有它工时营运 相关的一些报告 可以发现 辉达似对于 与中国大陆相关公司 技术差距 还是保持一个 比较乐观 比较自信的态度 但是否如此 未来我们要持续去观察 现在是来自于 Digitize的报道 台积电的逐科据点 9月底之前 会迎来第一台 这个是HIGH NAEUV了 原厂说 这个新的机台 采用新的光学元件 可以提升的部分 好 带观众朋友了解 包括了它的成像解析度 更高的电晶体密度 还有产能跟良率 都会来做提升 另外一头是大陆的部分 也同样的 在这个方面的进度 大陆的工信部 宣布取得的技术突破 接下来已经研发出了 生子外光机 DUV用来生产的是 8奈米了 大陆的科技媒体 也做报道说 终于我们有 大陆自己的DUV了 虽然跟艾斯莫尔的 曝光机存在一些代差 但是可以填补空白 期待接下来 还会有更先进的是EUV 那德国之音也做的报道说 中国的技术进步 几乎是可以说 势不可挡了 我们看到艾斯莫尔 这时候有更先进的机台 会不会成为大陆 加速追赶的一个契机 大使怎么看 中国大陆当然在 光科技部分是落后的 因为过去的话 大家都是用ASML的 本来Nikon 还有Canon 他们的也都还有竞争力 可是后来就是高端的 这些光科技 基本上都是ASML 你现在基本上 在我们这个台湾的 尤其台积电 那一年要买二三十台 2021年就买了三十几台光科技 都是ASML的 因为它要最先 最新的就是 极紫外光叫EUV 那就是说紫外光的话 就是DUV 那现在这个EUV是最先进的 那只有ASML在做 那EUV最近 刚刚这个斯敏还提到 就是说又 那个ASML又提出 又一个新款叫 High NAEUV 那么就是等于说 它是这个 它的那个 那个极紫外光的 光更短 它能够光科的 那个机密度更高 是最先进的一台 对 所以这一台一出来以后 大家几个能够生产 这个所谓先进制程的 就是说的世界大厂 当然台积电是第一名 接下来这个Intel 三星都很在关注这一台 那听说那个台积电的 这个几个高层 曾经还特别跑到 去跟这个ASML 去谈这台机器 那你知道这台机器有多贵 多贵 3.6亿美金 一台 一台就3.6亿 可是现在因为台积电 好像正在布局 生产2奈米 还有接下来 1.8奈米的这个晶片 所以这些都需要 这个更精密的 这个 更高精密度的 这个光刻剂 即使外光刻剂 所以这个High MAEUV的话 事实上的话 我想应该 应该 正在 我想这些 世界的这个 最尖端的厂 都在 都在积极 在布局当中 那中国大陆 也在赶 因为中国大陆过去 也是跟ASML 买这个EUV 买这个光刻剂 可是美国 首先是怎么讲的 首先是不准你买 这个 极子外光机的 也就是7奈米以下的这种 7奈米跟7奈米以下 它不让你生产 那因为中国的中芯电子 它也 这个生产的这个 能力也很大 能量也很大 慢慢再改上来 可是问题 它跟台积一样 都需要 这个进口 这个荷兰的 ASML的光刻剂 那美国就不准 什么 卖光刻剂 那可是呢 就极子外光机 不准你买 生子外光机 中芯电子还可以买 而且买了不少 那可是呢 美国一发明 一发现 华为 这个麒麟9000晶片 居然 用 就是说 生子外光机 DUV就可以生产出来以后 美国又吓到了 美国就跟ASML讲说 好 你这个生子外光机 DUV 已经卖给中国大陆的厂商 我现在告诉你 你卖给它的机器 你不准补充零件 也不准给它去维修 你看美国就是这样子 你卖 你现在大陆的厂商 拿到的这个ASML机 它让你不能用 对 不能修 你少一个零件 就不给你零件 然后你需要这个好 出问题要原厂 即是来维修 不给你维修 美国就干到这 就是 所以中国大陆 只有一条路 怎么哪一条路呢 就是靠自己研发 所以9月9号 中国大陆工业 按信息波 他们公布一个目录 也就是说 中国大陆目前最先进的 某一些产品的目录 是国家重点要发展 里面有一台机器在里面 就是中国大陆自己发 自己生产出来的一个 生子外光 也就是DUV DUV 这样子的一个机器 而且它上面的规格 它说可以生产 等于极小于8奈米的产品 所以就是说大陆自己光刻机 现在已经可以做8奈米的 大陆自己本身的光刻机 所以这个就已经就是说 已经是赶上来了 可是中间还差一个差距 因为这个只做到8奈米 现在是要做2奈米 1.8奈米 甚至1.5奈米的 那这个中国大陆 这个目前公布 这台国产的光刻机 还无法生产到 可是就是说 在实际在这种电动车 以及甚至AI晶片 甚至这个 军用的这些晶片上 没有必要做到 5奈米 也没有必要做到1.5奈米 事实上14奈米 28奈米就可以了 所以我觉得就是说 美国想尽办法 无所不用其极 要怎么讲呢 要杜绝中国大陆 取得光刻机的管道 那反而正好造成 中国大陆自力更生 自己来研发 过去还没有这么迫切性 在这个迫切性之下 你看美国出手光刻机 也不过4、5年的光晴 中国大陆自产的光刻机 可以做到8奈米的这种 晶片的光刻机 就已经产生出来了 那日经新闻有个报道说 中国大陆 自产光刻机这些部分 基本上跟国际最先进的技术 差三年 那当然就是说 可能良率上还不见得是 很完美 可是问题这个三年时间 可以说已经差距很深了 那可是你看这一次 我们就讲这个大陆的三折叠机 它更薄 更薄也就显示它里面用的晶片 它不可能是14奈米 15、18奈米 它变成7奈米的 它又是量产 那所以我觉得就是说 现在你是不是一定要进入到 很快要进到5奈米、2奈米 那如果没有5奈米、2奈米的话 你的产品就无法竞争了 好像还没有到那个程度 所以我觉得中国大陆 事实上追赶得很快 而且已经让美国要断 让中国大陆制造不出来 这个目标可能已经破功了 好 大使刚刚我们特别提到的 这个华为三折叠机 其实就是这一款Bent XT 采用的是华为Pure 7T的Pro 同款的麒麟9010的超频版的晶片 我们请教云中老师怎么看 接下来大陆自制晶片的发展测略重点 在讲这个自制晶片之前 我可以因为听到很多有趣讨论 一些大陆朋友说可以帮忙证明一下 我说证明什么 他不是三折机 他说应该是三平二折 但是看到价钱 你就会觉得其实都一样 也是非常昂贵 具有代表性 拿到也觉得很光荣 关于这个芯片 大陆讲叫芯片 我们台湾讲叫晶片 但一直以来就是说 7奈米、5奈米 它一个为什么是一个关注的焦点 因为7奈米以下是只有 我们台积电跟三星 那5奈米是我们台积电 这个全部都制作 那这个 我们因为刚才 我们来宾也有提到 这个包含我们 这个讨论提供当中有提到 日本的这个 Nikon跟Canon Nikon跟家人 那事实上我这边也 也分享一个 这个历史的事实 因为事实上本来 日本的这个Nikon跟Canon 它是领先 阿斯美尔的 因为阿斯美尔在1984年 成立的时候叫 先同半导体 那我们知道它这个光科技就是 在那个细片上面画 这个集成电路 但后来阿斯美尔它 比较采取的是 就是说开放式创新 开放式创新什么意思 就是说在这个10万个 光科技的零配件上 它只掌握了 百分之十的核心技术 其他百分之九十 它是跟它合作的这些 有实力的供应商 研究机构客户 一起来 大家研判 未来发展方向 进行这个技术的攻关 那这个跟我们现在 这个大陆 我们这个 现在开发出来 这样子一个优秀的晶片 有什么样的观念 大陆是被逼的 被逼的说 自己这样子自制 可是呢 日本 像我自己也有一个经验 那时候参加 那个日本的汽车展 汽车零件展 你会发现在 在日本的那个汽车展 他们 日本他们 反而是他们自己做的东西 他们日本的优先享用 那在这个晶片上呢 也发生同样情况就是说 那个时候 这个Canon跟 这个 那个佳能跟 这个Nikon 他就是变成说 以他自己本土的 创新跟工业体系为主 他是一个封闭的 反而是大陆现在 他是被逼得自己 成立一个体系之后呢 他还是保有一个开放的 就是跟 最后 他是一个 还是一个世界为角度 这种 你看我们等一下会讨论到 那个Harmony系统 就是所谓的鸿蒙 那这个你看 Harmony这个系统 他这个英文原因就是平衡嘛 这个 你要开放多样性 始终这样子才能维持一个平衡 所以 未来大陆自制晶片发展车源重点 我相信 他当时被逼了 但是最能够体会这种 被 这个封锁的这种 痛苦 那他之后 他是更加的能够发展 而且呢 记取日本人的教训 绝对不能顾步自封 最后被这个 ASML操车这样子 所以我们刚刚聊的是晶片 其实都是在这个大格局下 就是因为美国针对中国大陆 做了太多的这种 限制 所以逼了中国大陆 得在晶片上自制 那其实我们来关心的是 这位是近日考试院的前院长官中 他出了书 这本书的书名叫做 强权及功力 这就是美国 他也接受媒体的专访 特别形容说 他认为 想象中他认为的美国 就是一个黑社会老大 不甘心要他退位 那针对了这个美国 对外的关系政策 他也说 美国除了这个 门罗主义 还有杜鲁门主义之外 美国历史上 没有其他成功的战略了 那么现在世界 已经逐渐地走向 东升西降的一个格局 美国只能和他的G7 和北约的支持 全世界现在有 三分之二 乃至三分之四的国 四分之三的国家 都不站在美国这边了 产业上观众也特别点出了 在中国的制造业的部分 他认为已经比较强了 是美国的两倍多 近三倍 日本的六倍 德国的九倍 他说中国没有参加到 前三次的工业革命 现在不止赶上第四次 在很多方面 还是遥遥领先的 针对前院长的发言 老大怎么看 强国不一定是大国 强国一定要有文化 才能叫大国 所以美国是强国 但是美国如果没有考虑到文化 它不是大国 它的好莱坞文化 刺激文化 不是主文化 那么这句话 你看强权就是功力 上面还有一句话 力量 这个力量决定是非 强权就是功力 但是这个力量 不是我们认为 你的霸力 你的权力 还有一个你的信用力 你的道德力 你的诚信力 那也是力量 所以美国一定要搞清楚 这个力量 但是现在美国所玩的 都是另外一个负面的一种力量 强权式的力量 所以这个时候 人家那个 我跟你讲 我就听一个 新加坡的一个重要观点 他就分析了 你现在看到 稍微说偏向中国的会比较多 它实质上更多 因为都知道 可以得罪小人 不能得罪君子 趁着两边 现在政府还不明显的时候 我得罪中国没有关系 我怕你美国报复 所以我还是表面上 占你美国这边 其实他就已经 他并不会这样 他会往这站 那么话又说回来 整个中国来讲 就是关中讲他黑社会老大 我就想到一个 台湾在黑社会中间 有一句话 我不知道 讲不妥当 你们就剪掉了 他说老大 黑社会老大 已经不行了 这晚上更要 给他送旅人过去 为什么 面子 所以现在 美国在各地 有一些附庸国家 都要去捧个趟 其实捧个趟 真能发挥力量 没有什么力量 你到哪边去演习 你到南海 到什么地方去演习 中共的军队一过来了 美国第一个跑 对不对 所以他现在这个情形 但是我觉得 美国这个时候也要考 但美国还是一个强国 我们也不能忽视他 他某方面还是比中国强 我是觉得美国要注意到 这一次哈里斯有一段话 他们讲就是要对中国加税制裁 他讲了一话 当然我们要保护自己 要加税制裁 但是我们除了这个以外 我们也要培养我们的科技能力 不要老被护 你一直被保护 中国越来越强大 所以你也要培养自己茁壮 但是这个可能不讨好 媒体没有强化他这句话 但是我觉得他讲这句话 是很有智慧的 所以你美国这时候 不要光对中国压制 中国就有一个毛病 你越压他越强 你都不给他 他自己都做出来 对不对 所以在这个时候来讲说 我想说美国如果要 继续教训的话 跟中国好好合作 然后自己先培养能力 孩子要训练才会长大 不是孩子靠父母保护 叫护一房绝一房 中国有一句话 你越保护哪一房 哪一房都绝子绝孙 所以这个我想说 关中是我老长官的 他是对中美研究 我想说在作为党 这个党干部学者中 他是我最敬佩 最务实的一个学者 他讲的有道理 如果我们单就 美中晶片的话 其他盟友会继续 跟着美国的路走吗 他是靠实力 他会考虑你这个东西 你就很简单 就是说去年 这个雷蒙多去访问 2023年8月去访华的时候 华为这个MAT-60出来了 华为这个MAT-60出来 日本 美国 欧洲 多少国家 把里面要去想找查 要找出什么是 偷美西方的技术 找不到 都是中国自己的东西 所以中国自己都已经有 然后他自己的制造力 他自己的 这个研发能力出来的时候 这个时候 就是说 你美国跟他斗 那美国现在要成立一个基金 就最高科技的基金 要要比如说来 怎么好好掌控好那个 对不对 财力跟人力 是不太一样 还有不管在任何上面 你还是要考虑一个道德 这个道德就是公众利益 它也是利益 但是大家利益 没有说利益被你毒断 那别人都让你剥削 不可能这样子 所以我是觉得 他整个在那个上面 如果还是硬要跟中国杠的话 我觉得最后是很多国家 都不会站在美国这边 地点政治 内政之间 战略价值 商权崛起 小国生存 现在与未来 共新世界的走向 掌握世界带动 全球观点 尽在环球发现线